中文字幕志愿者 哈嘍大家好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支持我IG、FB、Twitch、BDB還有Discord 好我們剛才看到了上官員在這次的神魔之尊傳篇要開啟的時候 這次上官員要更新出來了齁 那我們可以看到剛才的上官員PB的動畫 那最後一句剛好跟我昨天截圖了 在我玩神魔之尊傳的時候截圖一模一樣 你這個兄弟我上官員交定了 真是剛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上官員的技能吧 一樣獅子鐵位屬性為活 這個沒有變齁 好天賦呢 消勇追襲齁 移動力高於目標時 主動攻擊 主動普通攻擊 觸發追擊 0.3到0.5 主動攻擊和受到傷害後或者衝震狀態 持續兩回合 那衝震是移動力加1 然後傷害和免傷提高8、9、10、12 好 欸我要先講一下齁 今天的上官員的影片 就是自己能介紹齁 不會有太多的解析齁 如果你想要聽到什麼太多的解析 那這部影片你看到這邊就可以了 我一定要先講 好 那 那 有追擊 但是他就說移動力高於目標嘛 那就帶 感覺就是 嘖 帶頭狼是不是比較好 帶頭狼的話 主動普通攻擊就是觸發追擊 可是 嘖 傷官員不知道是不是適合主動攻擊 還是被動防禦 幫敵人擋 擋招式用的 然後他說 如果主動攻擊 或 和 受到傷害或獲得衝震 也就是被打的話也會獲得衝震兩回合 持續兩回合齁 然後這邊的策劃是說 主動攻擊和受到傷害後都可以疊加 OK 感覺是帶頭狼 在兩層衝震狀態下可以輕易走 不過他是一個身為一個鐵位 但是他可以 呃 腿算很長的一個鐵位 然後移動力高於 移動力高是觸發追擊的條件 對 所以要保持衝震狀態就可以造成可觀的輸出傷害 不過還要實際試一下這個追擊效果 會多痛 不過一樣 就是六星是最好的 這是廢話 好 好 再來技能齁 回風狂 狂瀾 對 放我念的時候一定有到0.5倍傷害 AOE 有點像那個 這幾個 沒有寫幾個 大範圍AOE 你只說大範圍 幾個 不知道 然後可以施加 他 撿物防的debuff OK 可以配合物理AOE 角色進行第二次打擊 同時合理釋放該技能 可以幫助上官員快速獲得氣力 OK 好 再來是獵陣待發 主動使用範圍內所有友方獲得披甲 持續傷回合獲得戒備 自身獲得戒備狀態 啊戒備幹嘛的 受到傷害後消失 狀態 消失和重置時驅散 自身三個範圍內所有友方移動力降低的狀態 最後移動力是不是 OK 也還不錯啦 如果你被那個 吃戀鬼 不是吃戀鬼 那個優良 被抓的話 你會移動力 會斷腿嘛 那剛好 上官員這招就可以驅散了 然後並且增加 奮起齁 移動力加1 那免 然後 而且免疫移動力降低 就是還OK啦 還OK 受到傷害後 就會消失戒備了齁 那消失之後才會增加奮起 OK 那主動使用就是過著劈獎 也就是說先放在 上官員要先放之後再 往前衝 其他隊友都往前衝 是個招牌的團隊輔助技能齁 強化團隊物理生存能力 那當 觸發上官員的戒備效果時 就是進攻的好時機齁 嗯 但是他有說 我看一下齁 施加奮起齁 OK 自身上格範圍內 好 他有沒有護衛技能齁 我比較好奇 鋼裂破衝 原本是鋼裂破 改一個衝齁 都會加一個衝字 OK 喔這個技能1.7倍齁 1.7倍也蠻高的 對戰後 恢復自身氣血50倍 而且還恢復氣血 並擊退幕要2格 欸看起來不錯 如果擊退路線被阻擋 喔 暈眩 欸這個就不錯了喔 這是55等大招對不對 欸真的是欸 而且不是天將奔裂 不是天將奔裂 那我對戰前沒多移動2格 則擊退距離多1格齁 最多提高3格 怎麼辦 突然有點無言 也不是不好 這是 還是不錯啦 還是很有特色 1.7倍 那PVP是不用考慮了吧 PVP有點難放 當然是可以試試看啦 好 角色每招受一次傷害 或造成一次傷害均可累積1.7倍齁 哇這個 除非開始用剛剛那招啦 就是 回風狂暖 然後你可以撐一下 擋下一回合 在PVP的時候 但 感覺PVP就不適合帶這一招啦 不過這招如果真的 觸發到 很可觀欸 這個傷害 而且還可以擠暈喔 如果後面有人擋住的話 還算OK啦 不過這招我覺得有點 就是好像不是很帥 這是在旋風轉轉轉轉轉 直接衝這樣子 那我想到一個角色 問一下什麼角色 有個角色好像也是動漫角色 也是拿一個槍也是刀往前衝了 欸 怎麼有點像索隆的三千世界 呵呵呵 好 剛內破衝 啊不是天降奔裂喔 好吧 正面講通過河裡走最多 將目標擊退5個齁 那如果被阻擋的話 會增加暈眩 當然 如果你 走位越多嘛 增加擊退的目標 把目標擊退多1 2個 當然是有幫助了 因為你畫面搞不好距離3個 2個 4個 才有障礙物 你把它擊退4個的話 那就可以暈眩了 好 那他有說天賦是自帶追擊嘛 對不對 好 天賦自帶追擊 就是你要移動力增加 移動力比對手高啦 好 再來是被動齁 鋼勇 自身氣血大為80% 則回合開始獲得捍衛效果 普通射程提高1% 喔 終於有提高1%了 大家昨天在講說 如果護衛可以提高1% 一個的話 就像鷹鵡血這樣子的話 那會蠻好用的齁 但是 代替兩個內 有方只剩下物理攻擊喔 物理攻擊喔 對戰後消失 對戰後消失 那 捍衛狀態可以保護幾方隊友 有免受一次物理對戰的傷害 兩格普通距離 盡可幫助上官員攻擊目標時不受反擊 盡可幫助上官員攻擊目標 而且不受反擊 然後 可以幫助他快速野技氣力齁 跟小雪同賣組合可以獲得 更高的觸發機率 那 就是 這邊是講 普通攻擊射程提高1格 代替2格有方承受物理攻擊傷害 那 那 也就是說一回合已經只能擋一次 看起來是這樣 不像1-1可以一直擋 是他我覺得他可惜的地方 而且自身要大於80%才會有喔 那下一回合 氣血大於80%應該又回來了 我覺得阿 我覺得是這樣子阿 每回合可以擋一次阿 如果氣血大於80%的話 好 那 這邊有一個 換一下喔 他這邊是講 有幫上官員的 有解釋說為什麼這樣的設計 他說因為上官員是 帶兵衝鋒 統領軍隊 因此來設定其特殊團隊協作技能 然後強化團隊勝利生存的同時 他可以觸發奮起狀態 進步強化團隊的移動力 那當然阿 就是 呃 如果你沒有帶雅雲佐之類的 就是增加大家的移動力的話 你帶上官員 當然是ok啦 還是ok 那這邊有提供一個組合齁 欸 引血很少 這個是 一般的技能 然後加引血 跟千里極醒齁 那這是PVE的一個技能組合 那自身天賦可以幫他持續輸出手段 當然 可是鐵位打人齁 還是要實測一下 那另外一個技能組合是 回風狂狼跟狂怒 然後鋼烈破衝 欸他剛有介紹其他的技能嗎 好後面有 ok好 那這一個 我看一下喔 狂怒鋼烈破衝 這感覺 喔 如果你要回復氣血的話 假設你氣血被打50% 就被 損血之後 你用大招會幫你灰血啦 那就是你氣血較低的時候 用鋼烈破衝 然後除了造成高爾的傷害阿 然後敵方 如果他後面有障礙物 又可以把他暈眩 你就不會被打了 這也是一個方法阿 還是有他可以用的地方 那另外一個烈陣代發 鋼烈跟鋼烈破衝齁 這是團隊推進行技能 ok 合理啦 合理 那鋼烈是幹嘛的 喔鋼烈忘記了 鋼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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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喔這裡 喔 我感覺鋼烈我已經是會帶的啦 因為我是有打 我是有推圖而已 跟打十字器 就是護衛啦 一回合一次 氣血大概80%的時候 那烈陣代發 或鋼烈破衝 嗯 這感覺比較就是 就是 通用型的技能組合欸 通列型的技能組合 不過這還要看 看那個光卡塔的敵人去做搭配會比較好啦 那這感覺是一般 常用型的可以帶這個技能 好那 這邊推薦食驗鬼族喔 欸食驗鬼族的技能是什麼 的魂石技能效果是什麼 頭狼大家都知道嘛 行動力 然後這邊有千里吉行啊 然後狂怒就是 一般技能啦 好感覺感覺還好欸 大招是蠻特別的 可是既然大招不是天降奔裂 我是有點意外啦 是因為不要讓太多角色 會天降奔裂嗎 還是怎麼樣 是 食驗鬼族就是 有防角色陣亡時 自身獲得魂力啦 那攻防首先加4% 因為他物防 物防法防加5% 嗯 嗯 欸 因為上官員帶頭石兵好像 不是很好的樣子 我覺得給他帶頭腦還比較適合一點 好啦 那 上官員除了模組有變 受勝一點 就是比較適合 神魔之尊傳原作的那個模組的樣子 那技能 沒有回風槍 有鋼裂破 可是他鋼裂破是大招 沒有回風槍欸 沒有回風槍 我是蠻意外的 這樣沒有回風槍 上官員在神魔之尊傳裡面 就那麼幾招 也就也就三招而已 你就只有回風槍 鋼裂破 跟天降奔裂 你居然連回風槍跟天降奔裂都不給 給一個鋼裂破就算了 而且還是鋼裂破充 也不是不好 就是 我覺得有點可惜啦 上官員 好歹也是第一位會天降奔裂的人 你居然只給古倫德 呃 我身為一個 呃 玩 唉唷 講這句話不知道好不好 就是 各位老玩家 你們可以認同我的想法嗎 我覺得 有點可惜啦 我覺得蠻可惜的 就是覺得好像哪裡怪怪的 好歹也給我回風槍嘛 沒有回風槍 還是你的回風狂難就是回風槍的意思 我就覺得有點可惜啦 那好吧 就是 他來說他的特色啦 他大招是蠻有特色的 可是 呃 還有烈陣待發啦 我覺得這幾個還不錯 好 然後 他的天賦 有追擊的效果 也 我覺得也是ok的 好啦 那今天就到這邊啦 不知道 沒有沒有很開心的感覺 我是我啦 我是我 好啦那就這樣子 那 那各位要不要抽呢 我覺得 如果對上官員有愛的人的話 還是可以抽了 因為不知道後面的覺醒 他會 刺出什麼樣的技能 那也不一定 不一定 說不定之後 欸真的會回風槍跟 天降奔裂也是有可能的 好啦 這一集講了比較久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按下訂閱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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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DISCO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掰掰 按鈴鐺 按鈴鐺 按鈴鐺